张作霖的东北王 他试图的顺利和赵尔逊关系密切 在张作霖投身陆林之时 赵尔逊出任东三省总督 试图肃清东北的匪患 张作霖处于形式考虑 有异归强但心存顾虑 加装自己肚子疼不肯进城 并说 我有止痛秘法 就是吃五十个鸡舌饺子 赵尔逊听闻 哈哈大笑 命人照办 天亮之时 赵尔逊命人把饺子端到张作霖面前 张作霖主动表示臣服 而赵尔逊则早就看中了张作霖的胆识 两人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 扶为赵尔逊进道 扶为张学斯 张作霖 张学良 赵尔逊就照此后 张作霖一步一步展现出自己的军事 才能和政治头脑逐步崛起 成为东北王 赤可离不开赵尔逊的手下流行 徒为东北的武装力量 张作霖的奉军进入北京城 奉军在东直门前走起了正步 之后按照张作霖 阎西山的君子协定 奉军又转慢撤离北京的 途中有一个和尚靠近照片的右边 在为他们的离开念经祈福编辑里 类别碧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